我们欢迎Dr.Tay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出席 Dr.Tay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那他是GIC的这个特别投资的顾问 那在此之前呢 他是MAS在新加坡的这个总裁 那他也是负责新加坡的这个特别投资总裁 那过去他曾经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副总裁 还有GIC 那另外他还替这个中国CICC担任副总裁 那他也会监管OCBC 那同样的泰康人寿 另外他也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那此外呢他也担任亚洲的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董事 那目前他是Holysis 还有Fullerton Health Corporation 还有Azalia 那另外他也担任东亚 以及这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这个理事 那么他也是CMC Corporation 然后还有就是富兰克林坦普顿亚洲的咨询委员 那他是在牛津大学获得他的博士学位 好首先呢我想请教Dr.Tay 刚才您在GIC讲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知道这个一共有170多个主权基金之内 我们知道GIC是最有名的其中一个 那他是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基金 那现在是全球排名第七大的投资管理基金 那么他的AUM是6900亿美元 那一共有超过1500名的员工 那么全世界有10个不同的办公室 那么你们的组合重点是放在8个不同的市场 包含美国、拉丁、美洲、英国、中东、非洲、欧盟 还有就是东亚还有日本 首先我想要请教您 那么您是在1975年加入世界银行 那因为您是在华府在那边任职 后来你成为MAS在1981年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那后来呢您替MAS还有GIC 同时您是替这两个单位服务 从1986年到1998年 这12年期间您是同时在这两个公司任职 然后后来才全职替GIC服务 那后来2011年呢 在GIC任职25周年之后呢 那在书您的这个书里面 您有讲到说新加坡成功的秘诀 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专章 特别讲到主权基金 那么对我来讲 我们看到新加坡 在很早以前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基金都是用这种自然资源作为基础 但是新加坡竟然用主权基金 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GIC的成功 在这个章节里面您有提到说 GIC的成功有三大要素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说明一下 成功 那这三个要素呢 就是有金融安全 务实 专业 还有好的时机 好 首先 我先从最后一个开始讲 GIC 是1981年成立 那么这一年呢 我还记得 这是我们知道 Paul Walker 他是美国的这个Federal Reserve的主席 那么那时候利息非常的紧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息在美国是成长了16% 但是他能够成功的能够解决通膨的问题 那么通膨也因此下降 我认为这是40年前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 以前有这个本来是通膨高涨 后来下跌 然后呢利息下降 直到去年又再飙涨了 所以我想呢 其实在几年前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这种就是 就是通膨低益的状况 其实是持续了非常多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根据GIC的经验 我们其实是投资长期的资产 长期的债券 因为我们知道在央行 其实并不会投资太多的长期债券 因为它的这个流动性的关系 那另外还有像是PE 然后还有像是不动产 当时的时机确实是很好 所以我们GIC是表现得很好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讲到安全 其实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GIC其实就展现了这一点 如各位所知新加坡比起台湾要小得多 那么刚才Ben有提到说 我们并没有能源安全 也没有粮食安全 我们跟马来西亚分离之后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马来西亚本来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产业 我们必须要用这种跳蛙式的做法 能够有很多的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这种 跨国企业包括半导体公司 那么新加坡的政府呢 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脆弱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高存款 能够确保说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存底 那么等到1981年 还有在这个1981年的前几年 政府成立了GIC 那我们有Dr. Gorking III 那么他们可以说是李光耀的左右手 那么我们就是非常重视新加坡的这个问题 他决定新加坡的央行 在那个时候就是MAS 那么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存底 因为新加坡是非常的谨慎 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说 新加坡的央行能够有足够的外汇存底 那么我在MAS任职的时候呢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认为最重要 必须要确保MAS能够有足够的 央行的这个外汇存底 能够好好的确保资金的流动 能够确保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一些资金 那这些都是我们为央行必须要确保的事项 那么直到你已经达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想说我们有哪些额外的钱 可以做长期的投资 81年为什么会成立GIC呢 当时的通膨非常的高涨 做短期的投资 投资美国的国库券 这样子的报酬是付的 所以实质上我们的本金是会流失的 我们有外资投资在新加坡 他们也能够赚到不错的收入 可是呢我们新加坡 人自己存的钱在国外投资 却是负的投资 所以我们就决定 我们应该要走长期投资 那么多年下来呢 其实我们GIC有好几个目标 首先我们要有更高的投资报酬率 因为当时的投资报酬率是负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希望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加的多元 就像是退休基金的投资方式一样 那么近期 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GIC 可以来改善政府的预算 那每一年呢 我们的财政部长在公布预算的时候 你看我们新加坡政府的财政收入 最大的一条呢 现在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我们海外投资的利润 主要是来自GIC 但除此之外 淡马席还有其他也有注入 那再来专业这部分 从因开始 我们的观点就是 我们是为了追求投资报酬率来投资 我们背后没有什么政治 没有什么意识形态 GIC就是要给大家一个 经过风险调整后的真正的实质报酬 基本上我们的专业就是资产管理 那除此如果是开发方面的 发展方面的目标 我们还有其他的政府机构 在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么多年来 我都没有受到政治的干扰 那当然 有些人在新加坡 会有人说 想要我们投资哪一个基金 或是投资哪一个产业 我就会去看 然后去做尽职调查 那如果不合理的话 我就说不会 我们不会投资 就这样了 即便李光耀也不会对我指手画 叫我要投资什么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专业 谢谢 新加坡的外汇存底 是在GIC还有淡马锡等等 那全部都会进到NARC 那这个占新加坡收入的20% 所以是就像您说的 财政收入最大一块 就是来自海外的投资 那我们在做半数的观众 他们都是来自投资产业 所以想请您跟我们分享 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这几个不同的政府机构 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架构 他们的投资有什么不同 还有过去您的经验如何 再来基金跟直接投资 你们是做怎么样的运用 还有怎么样权衡风险以及报酬 好 如果要讲这么多的话 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首先GIC呢 我已经是十年前就退下来了 那您刚刚讲到三个不同的政府组织 那我先讲大概念好了 中央银行的角色很直接了当 就是去投资 那也就是政府的外汇存底 那主要是买美国的国库券 那弹马锡呢 是在GIC之前就成立了 它基本上是一个控股公司 是SOE 也就是可以说是新加坡政府的国营事业 因为原来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当初有很多遗留下来的公司 那我们新加坡的政府就透过弹马锡来管理这些 后来就有SIA 然后我们有一些造船厂等等 那我们把它放在财政部下面不是很合理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持股公司 控股公司叫做弹马锡来持有这些资产 后来这个公司不断的成长 后来上市 后来弹马锡呢 也开始做海外投资 所以弹马锡 MAS央行的角色很清楚 那弹马锡跟GIC的差别是什么呢 弹马锡主要是股权投资 同时它当然也是追求一定的投资报酬 那GIC它会投资不同的资产类别 有固定收益 基础建设 还有公股等等 所以它投资的风格 比较像是一个退休基金的风格 而弹马锡呢 它基本上是比较像一个投资公司 是一个更加主动式的 那么股权投资跟直接投资的差别是什么呢 怎么样透过基金跟直接投资 好 我来举个例子 1990年我接手GIC的时候 我们单位当时还很小 主要是投资在VC 也就是湾区的VC 那个时候湾区的所谓创投 那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在玩的 其他地方没有 当时因为我们人也不多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任何的直接投资 我们是透过基金来投资 一开始会透过基金来投资 那后来我开始做一些小型的股权买入 私募股权呢 当时还是一个小型的产业 规模不大 也比较分散 我们蛮幸运的 就是一边投资 这些产业也持续的在成长茁壮 像是现在Blackstone KKR Hellman & Freeman等等 也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 我们跟他们一起成长 我们持续的投资这些基金 然后也对产业更加的了解 我们就更有信心 后来呢 我们就跟这些基金做共同投资 那我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做了一个小型 先成立一个小的 做直接投资的团队 然后我们有更好的投资报酬 好让我们可以吸引到 产业更顶尖的人才 我刚刚说到 我十年前就离开了 据我所知 他们现在有一个 直接投资的团队 除此之外 也有基金投资的团队 那如果让我猜的话 我这边并没有任何内部的资讯 我觉得基金投资 还是占比较大宗 这是因为GIC 它有很大笔的资金 任何政府基金 其实你最缺的是人才 而不是资金 所以比较简单的做法 是透过基金来投资 这也是相当合理的做法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一开始在旧金山是六个人 这是您之前所写到的 真的是很神奇 那就人才 我们在细谈 人才 从旧金山六个人 到现在 有这么多人 那您书中也提到一点 您有讲到 投资专业 投资业界专业人士的 一些失败的地方 你会说这个其实 有点像是 讲到马其顿的一些故事 你有讲到一些 投资团队的例子 在您的一次访谈当中 您说到 你愿意冒风险 我希望大家有不同的背景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贡献 那我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这一部分 同时也想要了解 投资方面的诚信 好 GIC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新加坡并没有什么 私募股权的产业 那人要从哪里找呢 很多都是从政府部门抓的 挖过来的 在新加坡 其实政府部门 是有相当多的人才 我们不只是在学校 尊财 我们也给最优秀的学生 奖学金 让他们能够来 政府部会和服务 或者是来军方服务 那再来 他们是 帮政府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挖角 但是呢 有一些人 他们如果越想要离开工部门的话 我就可以朝他们来服务 因为他们要离开工部门的时候 政府也会觉得 这些人才去GIC 总比去私部门更好 那他们有很好的学历 有很好的学术背景 那就我的经验来说 这些人呢 其实他们都学得很快 来自业界的人呢 可能反而没有他们这么优秀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从私募产业 要找人就变得困难 因为私募产业的薪水比较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说呢 金融服务这个产业 它的薪资比其他产业更好 先不要管其他地方 先不要管软体 或者是科技产业 就比较华尔街跟其他产业 可是呢 我们不见得金融产业 虽然收入这么高 金融产业的人不见得 人才就特别优秀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总之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会从顾问服务业来找人 因为他们有相关的经验 在那之后呢 尤其在我离开之后 GIC的薪资现在改善很多 所以他们现在从业界挖角 是挖得到的 那现在的GIC呢 跟加入一个私募基金 差别是什么 就是你不用去筹钱 自己不用去筹钱 几年前呢 要自己筹钱 成立新的基金 很困难 可是来GIC的话 钱已经有了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投资 而且对于新加坡人来说 他们也会觉得 帮GIC工作是为国效力 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谢谢 我现在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 我要求中央银行法要修法 要有10%的央行的基金 要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那目前已经有取得67个签署 也就是超过半数的立法委员签署 那我也完全同意 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架构 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用 也应吸引到好的人才 再来呢 我当初在寻求签名联署的时候 我还听到政府 其实有一个不够信任的声音 也就是很担心这方面透明度够不够 怎么样好好管理这个资金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一点 也就是说GIC比如说 20年的滚动报酬率是多少 还有您怎么样去管它的绩效 还有您前面讲到 您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没有政治的压力 那这部分您是如何管理的 20年滚动的投资报酬率 基本上呢 就是要我们放眼长期 才不会只着眼于短期 在我们GIC目前为止 我们都可以不受政治的影响 我们不会去公告 我们GIC目前管理的资产 是哪些类别或持有的资产是哪些 所以我们可以放眼长期 再来其他的指标 因为我已经离开一阵子了 基本上我们就是不断地看 20年滚动的报酬率 那目前呢 我们的表现还是优于通膨率等等 它是一个经过风险调整的报酬率 它的报酬也许低于某一些组织 可是其他组织 它们是承担更高的风险 那我们这边看的是 经过风险调整的报酬率 那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 GIC它提供的其他优势 除了可以加强外汇存抵 或者是央行的储备资金之外 那我其实李光耀 他也有写信给购博士 感谢他为新加坡人所做出的贡献 其实优势呢 我前面有讲到 有些人会认为 GIC它已经有一定的声誉 其实GIC呢 到近期为止 我们都是尽可能低调的做事 不过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改变 因为我们有专业 我们不受政治的干扰 我们就可以投资公司或者是基金 我们做投资都是专业本位 而不是受到政治的影响 所以我们慢慢地建立起声誉 因为有了这样的声誉 所以很多公司跟基金 也都希望GIC来投资 GIC可以是一个直接投资人 那我们做直接投资的时候 我们的投资年限 不会像那个基金一样 可能十年或什么 他们之后就要出售 就要出托持股 所以他们的时间没有办法太久 可能四到六年吧 可是GIC我们持股 可以持十年 持股二十年 没有问题 刚刚说到泰康 GIC投资泰康呢 是在两千年就开始持股 我们现在仍然是泰康的股东 那么创办人之后呢 邀请我成为他们的董事 那所以我也加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能够有长期的观点 非常感谢 那我真的很同意 确实哦 我们可以看到 退休基金的投资 跟这个私募基金的投资 还有主权基金的投资 有很多相同之处 我们必须要眼光放远 那么能够这样子 经得起短期的压力 尽管您已经十年前 离开了GIC 但是呢 您还是紧密的观察业界的发展 透过我们看到您有持有戴马席 然后还有就是C-Town Holdings 那么这些也能够让我们进步了解 您可以真的对于这个世界经历 有怎样的影响 比如说都过推动本地的新创 然后以及支持中小企业 您还是可以在业界扮有重要的角色 可不可以请您进步说明您在Azalia 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对于这个 普惠金融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其实我现在 没有办法跟你讲太多细节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读懂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 透过这种普惠金融 基本上呢 在家庭里面 比如说 我们对于这些投资人 对于这些独立的投资人 他们很难直接的去 投资私募基金 那因为他们一次投资 就是要几百万美元 所以我认为Azalia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去 加总这些投资 能够把它变成小的区块 然后 能够透过私人银行 举例来说 我们有个产品叫做Ltrum 那么 我们现在已经要打造第三个基金了 我们有Ltrum 1 以及Ltrum 2 那么 因为Azalia是弹马锡所持有 我们能够真的去 获取这些最重要的 这种全球的基金 许多在美国 那也有在欧洲 有些在亚洲 那么 你就可以 透过私募银行 来投资 那我们是用这个瑞士信贷 那么 你一次可能只可以投过 比如说就是 20万或者是 20万美元 那这样子的金额 就可以投资了 那如果你只要能够投资的话 那Azalia就可以 直接的把这个卖给你 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投资 100万美元以上的话 就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平台 那么 在不同的程度 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Astria 那Astria它其实 我们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私募基金能够把它证券化 那么 我们就可以在它 我们把它分销 那么 你也可以 甚至我们也有一个这个 新加坡币的这样子的选项 作为这个资产投资的标的 那么 甚至投资人呢 你只要买2000美元也是可以的 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提款机 就可以来购买 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让投资人 可以间接的来投资 私募基金的产品 那我们就可以去填补市场的这个空缺 那么 我们这样子的利率 其实也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能够 比起你把钱放在银行里 还要更有吸引力 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普惠金融 那最近 我们还有讲到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er Funds 我们有这种永续的投资 我们不是透过这种 直接的做法 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透过这种小型的永续 基金 有的可能是在欧洲 那么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 我们还有在这种 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基金 那我们还有就是新加坡人寿 那也是这个Aviva的一个分支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 募得 就是1.5亿美元 这样子的金额 能够做得更多 那么 有些台湾的保险公司 其实他们也非常积极希望能够加入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 我想 来自 许多业界的朋友 他们都非常关切永续 那他们 像刚才Ben刚才有提到了 他们就使用这种绿色溢架 我们希望能够一起合作 那非常感谢Dr.Tay 那么最后我想要总结 您之前在 这个新加坡的成功 我们说 新加坡成功的命中